看春晚下面来的我们采访点 这位呢 也是我们四号的老朋友 今年在秋晚的舞台上 和大家见面 那么现在是在春晚 我们的这个采访点 又一次见面 干脆我觉得应该 应该特别一点这种问号 用四川话跟大家打一招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春春 感觉很亲戚啊 今年春晚的舞台 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导演组 心意满满 不仅有传递出的 这个节目的这种温度 而且还有艺术的高度 那么说这个创新 春春今年这个节目 有什么创新之处 创新其实就是在于说 我自己并不知道自己 最终演的这个节目 是个什么样子 因为它是一个 咱们中国文化 跟这个科技的一个相结合 所以它有比较复杂的一个技术 那最终呈现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是一样期待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 或准备的过程中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 其实这一次 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服装 还是它的那个位置和定点 还有就是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 是比较复杂的 文化与科技的一种 更高的一种融合和结合 对 我觉得2020年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 我觉得在这儿想问问春春 你觉得你有怎么看的 你的2020年 我觉得2020年 其实我觉得从 就是一个猝不及防的一个开年 然后到2月3月 其实在一直在情绪比较低落 和自我疏离的一种状态下 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到就是进入夏天 到秋季的时候 其实比较开始进入工作的正轨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相聚在这里 我觉得整个起伏 其实整个过程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年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很多很多的启发 我觉得都是在2020年发生的 对 在这儿也请春春 给大家送出新春的祝福 我们还是用家乡话好不好 在这里呢 春春 我说不通话了 大家好 我是李春 在这儿我给大家百年了 祝大家新春快乐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平安健康 晚上期待着看春春精彩的表演 晚上见